这应该是个作剧吧 来看到在台北县卢州社区接驳巴士的部分站牌 居然在这时刻表上被人用手写了一排字 写说每天开车15个小时 如果打瞌睡了 到了请叫我 这样的字样让乘客看了 真的觉得是又好气又好笑 还真的很担心坐上车之后司机会睡着了 身体力到了叫我 到了叫我 高一小几点 不要走去哪儿 到了叫我 广告画面令人玩耳 不过如果办到了现实生活来 恐怕会让人笑不出来 如果打瞌睡 到了请叫我 这不对吧 什么时间到了再叫他 那这样子等的时候再开车睡觉咯 卢州的社区巴士站牌被民众发现 站牌上面写了一行小字 每天开车15小时 如果打瞌睡到了请叫我 另外还有一面站牌上写着 热情用心服务欢迎乘坐 但睡着了请叫醒我们的字样 虽然字机工整不像是匆忙间写下的 但社区巴士负责人推断应该是恶作剧 觉得没有安全感不肯坐公车吧 有该不会司机睡着 就会会有点 所以我应该坐在最前面 看他有没有睡着 到了叫我的搞笑广告子成了玩笑话 不过出现在巴士站牌上 让看到的搭车乘客是好气又好笑 不知该如何是好 中文新闻阿公 亚麦歇卡轩台北采访报道